我這一課講到 神的真實對於全方有幫助 以及對於我們的信心有幫助 我們很肯定神是真的 這個是全方很有幫助 我們也有一個文件叫做 有真神和真神是誰 那你就上去Dropbox可以見到的 我已經給過你們 如果你想要的資料可以抄的 在那裏你會見到那個文件 那個文件更加詳細 這次講的是簡單 不過裏面亦都有一些內容 是那個文件沒有的 有些講到進化論那些 在這裏是有講到的 好了 我們這次所講的是 希望大家記得 你都可以 其實你可以拿一個PowerPoint 或者你拍一些照片 可以留下 記得隨時可以講出來 在我來說已經入了我的記憶 就是我隨時跟人全方 我不用看紙的 我隨時可以講的 也都解釋聖靈 很多方面我都可以做 我希望大家 能夠將這些放在心裏面 那我今次所講的是 真是有神 和真是聖經是神的說話 也都真是有天堂 真是有地獄 讓我們很肯定 能夠 就是能夠向人全呼吸 如果聖經是真神的說話的話 聖經所講的天堂也是真實的 聖經所講的地獄也是真實的 如果沒有神 相信耶穌是很蠢 不過當然你都不是蠢了 他都有一班人支持的 寶羅有講到的 他說如果耶穌沒有復活 信他人 就是比眾人更加可憐 就是說他沒有耶穌 但是他當是有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白信 他所做的是白做的 當然不會蠢了 因為你回到教堂都挺好的 就是有人支持 還有都會教一些好的生活方式 不過如果只是這些原因 那就不值得要用那麼多努力 就是你可以用那麼多努力在其他地方 但是如果這個是真神就不同了 如果神是真 不信耶穌就是最蠢了 這個到最後了 就是如果天堂是真的 神是真的 有神真的去幫我們的 不信耶穌是很蠢的 但是當然我們全部都不會這麼說 這個只是讓人知道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神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 而我們主要的鼓勵人就是 有神他又會幫你 又會祝福你 又會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有方向 神又會幫你的 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跟從耶穌是最無福的 而且又永生 我們一生人只是幾十年而已 長命的 發送一些稅 但是永恆就是永永遠遠的 首先就是有很多證據 聖經是唯一的經典 是有證據的 很多的宗教你看的時候 它是沒有說證據的 佛教沒有說證據的 沒有任何的這些 這些預言會應驗 實際上它所說的 是佛經裡面所說的 有些部分 是你看得到它不是真實的 是一些傳說 OK 聖經是全世界唯一的經典 是有客觀的證據 和經歷性的證據 有些宗教有經歷性的證據 不過那些經歷 應該這樣說是負面的 帶來不好的影響 它可能有些部分 是會有好的地方 會有的 但是它又會帶來一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有些宗教 它會帶來一些醫治的 不過它醫治完 可能又帶來另一個問題 也會有時 它們會接觸到靈 靈界邪靈的勢力 但是聖經 耶穌那些人說邪靈 是不會說 說完一個 然後怎麼知道 還惹來更多邪靈 治好一個病 接著更多病 就是不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有很多人 跟從不同的宗教 會有這種情況 如果大家上網 YouTube 你可以找 不過它找的時候 它就不是寫Good TV 但是你可以Good TV這樣找 其實我也有下載了很多個影片 Good TV 其中有講到有很多人 是以前做基童 即不是同性戀那些基童 而是接觸靈界 接觸靈界的人 他就發覺 他整個生命有很多問題 後來耶穌整個人都改變了 即是說 他們的經歷是負面的 但是耶穌是很不同的 是非常之正面的 他的證據是客觀和可以經歷到的 我首先講客觀的經歷 第一就是聖經有很多很準確的語言 聖經的語言是預先講定 有些人都說 有些書有時候講語言 但是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就是有很多語言是模糊的 即不是講清楚的 第二就是講的語言 沒有什麼一個永恆的價值 只是說會發生一件事 沒有什麼意思的 但是聖經所講的 是有意思有拯救的 以及是關乎整個世界的歷程 是沒有人寫的語言 是關乎整個世界的歷程的 即是關於整個世界的方向 聖經的語言是掌管世界 即是顯出神是掌管世界的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神 是一個 好像這麼多神之中 有其中一個人 祂是掌管世界的神 在這裏我講了兩個語言 簡單的語言 我一起讀一下 詩篇22篇的16節 犬女圍著我 惡黨還你我 他們摘你我的手 我的腳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殲溝 這個經文是大衛所寫的 大衛有個我字 但是大衛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他就說這些惡人圍著我 刺穿他的手和腳 然後分他的外衣 為他的女衣殲溝 即是抽籤 這個經文所講 很明顯是講到釘十字架的 而在經文有講到 我如水被倒出來 我的心如立溶化 亦都講到 我的舌頭貼在牙床上 即是講到他的血流了 沒有了精力 整個口都乾了 在這裏講到 就是手腳釘穿 即是死的 在死地的 即是講到 他是死亡的 大衛是沒有這樣被殺死的 大衛是自然死的 這個經文很明顯講到 一個死刑 就是刺穿手和腳 這個死刑有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就是 全世界只有一段時間有釘十字架 寫語言的時候沒有 即大衛寫的時候 是沒有釘十字架的 即如果你想像 雖然人有很多想像力 真的 你看到那些國家行刑的方法 有時都看到 你都覺得很恐怖 真是人的 殘忍的程度 但雖然人這麼殘忍 但是釘十字架 只是在耶穌之前幾百年多了 耶穌之後幾百年才有的 之前又沒有 之後又沒有 就寫了這個詩篇 說到耶穌手腳被釘穿 就是這件事 好像神 只是讓他留在那段時間有的 之前又沒有 之後又沒有 就是讓我們看得到 特別是耶穌會經歷這件事 而釘十字架是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很羞辱 而且是痛苦的 也就是說耶穌為我們 承受羞辱和痛苦 這要說到 就是他們分了他的衣服 為他的女的底衣來抽籤 即是說釘十字架是脫了衣服的 右邊這個圖就是一個 羅馬的釘十字架的情況 就是他們會在路上 很多的叛徒 或者哪些人嘗試反患樂 或者一些犯重罪的人 他們就會把整條路 那些人脫了衣服 然後釘上十字架 即是一種羞辱的懲罰 而聖經特別是說到耶穌被釘十字架 在舊約聖經也有說到 他說人掛在木頭上是被咒座的 即很多種刑法都不是說到被咒座 但是特別是掛在木頭上 而耶穌特別是被掛在木頭上 就是被咒座的 即是說羞辱 是公開的 被人看到 以及受咒座 以至我們脫離咒座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而這個東西是很指名 而真的應驗在耶穌的身上 那關於耶穌也很特別的 因為聖經是指名大衛的後裔 將來是永遠為王的 這個大衛的後裔 指名的時間由耶穌來到 即是說這個預言 不能夠應驗在利未知派的一個人 不能夠應驗在但知派 大衛以法連支派一個人 一定是要在大衛的後裔 是由大支派指名一個人 並且有指定的時間 大耶穌九章二十五節 我們一起多讀 你當知道當明白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穌洛 直到有壽高軍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困難 這個 藏在艱難的時候 耶穌洛連街大豪都必重新建造 過年六十二個七 那壽高者必被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者性和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沖滅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經定了 在這裏講到 從出命令 重新建造耶穌洛 直到有壽高軍的時候 就會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即是說 由出命令 因為在彈以利的時候 他們被巴比倫老了去 老了去之後 黃了國 耶穌洛被人毀滅 然後就說 將來重新建造耶穌洛 因為那時 他寫這個語言的時候 還未應驗 將來出命令 重新建造耶穌洛的時候 直到這個 壽高軍 即是壽高者 即是基督 舊約有三個生產 是壽高的 壽高末 就是黃 先知 祭師 就是壽高末 這個就說到 耶穌就是壽高軍 壽高軍即是基督 也是舊約的彌賽亞 的時候 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即是多少個七 即是六十九個七 七十個七即是多少 七十乘七即是多少 四百九十 六十九個七 四百九十 減七即是多少 四百八十三 四百九十 減七 四百八十三 是不是 那我稍後解釋一下 四百八十三 那他就說到 耶穌撒冷 是什麽情況 重新建造 因為彌賽亞當時 根本耶穌撒冷 毀滅了 他說在艱難的時候 在艱難的時候 耶穌撒冷 就會連街 帶他們那些蠔 即是他們有些水 那些 在城那裏有些水 那些蠔流 那些都會建造 然後過了六十二個七 這個壽高者必被剪除 又是說到耶穌 這個基督 會被殺死 一無所有 然後有黃的民來 毀滅這城和聖所 即是基督會被殺死 然後之後 就有人來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以及會打仗 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經定了 所以這裏講到幾件事 就是由出命令 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穌的時候 有幾場的時間 剛剛我們計算過了 四百八十三 然後呢 在困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就會被建造 那時候他會忘了國 其實他一直 到了耶穌的時候 他們都從來沒有再復國的 他只是回去 在這個關很艱難的時候 為什麼能夠建造 其實沒什麼可能的 你可以想像 現在國家的人民 他們被人老了 跟著他回來 會不會被他重建首都呢 不會的 因為重建首都 就是代表人民重建 但是神說了會重建就重建 然後就有壽高軍來到 但是他又會被人殺死 然後就有人來將他毀滅 好了 這個是一個圖 出名令 重新叫做耶路撒冷呢 其實有不同的解釋 這個是我覺得 解釋的方法 在以斯拉記 九章九節一起讀 能重建我們神的殿 修其偉偉之處 使我們再由大王 由耶路撒冷有祥悶 在這裏呢 講到呢 就是以斯拉 其實呢 講到 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呢 是有以斯拉記 和尼希米記 是有記載的 以斯拉先回去 以斯拉主要是重建聖殿先的 就是 尼希米呢 是重建聖成的 但是在以斯拉記 第九章九節呢 就講到 他們會重建神的殿 但是呢 也都要講到 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祥門 就是會建一些牆 那它建多少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說 不只是建一個聖殿 是應該呢 也都會建一些城牆 但是主要建城牆 就是尼希米的時候 尼希米就是建城牆的時候 那如果用出命令 以斯拉回去 然後撒冷什麼時候呢 就是457年 457年 483年 減了它就是26 那日26 那日26 主前 對不起 這個寫錯了 是主後26年 主後26年 那有些人說 那耶穌被釘 為何不是30年 為何是26年呢 不是 對不起 33年 就是耶穌是33歲的時候 被釘十字架 但是因為呢 在記載 即是計算日 就是有一個人 在歷史上 他就將 根據耶穌的時間 計算時間 那他計算的時間的時候呢 他就計錯了 所以耶穌呢 就不是在公元一年的時候出生的 在公元前出生的 是計錯了 所以耶穌釘十字架 不是33年 是退遲了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錯誤 所以 那個時間 講到 關於耶穌被釘十字架 是 講出 這個時間出來的 就是由 出命令 接著耶穌釘十字架 接著耶穌出現的時間 是有六十九個七 即是聖經預言了 那你又講到怎樣呢 有一皇的文靈 毀滅這個城 和聖所 和一路打仗 打仗到底 那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 在主後七十年的時候 七十年 到耶穌被釘的時候 就是四十年的時間 即是一個世代的時間 即是同一世代 耶穌釘被毀滅了 被毀滅 而且一直到今天 都是打仗的 所以這個語言 很特別 他就把耶穌來的時間 和耶路撒冷毀滅的時間 掛鉤 即是耶穌 這個基督來 就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的大衛的後裔 即是我們講到 耶穌是 即基督是大衛的後裔 即是說 大衛的後裔 在 在 我們看到 列王記 和歷代誌 記載那些王的時候 是指定哪一個 承受這個長子權 或者承受這個王權 這個人 一直繼承下去 然後 到後來 就是去到耶穌 如果真正 即是說 一個人 是 能夠承受這個長子權 只有一個 一直繼承 只有一個 是不是 長子只有一個 那一直到 去到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有幾個長子 可能再生不止一個 但是 最後是只有一個 即是 一個人能夠應驗這個經驗 而這個人物 剛剛耶穌生到這個時候 就是大衛的後裔 即是說 如果 譬如 耶穌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很多年 或者之後 之後 即是 耶路撒冷毀滅之後 他才來 那便應驗不到 以及聖經有說到 神 耶穌說 是會忽然間 在聖殿出現的 他們 有很多人就想 不知道天上會降下來 但他沒有想到 走進來那個 就是耶穌 這個就是耶穌 這個就是耶穌來到聖殿的 即是原來 講到耶穌來 是在聖殿的 那這個東西 都有很多歷史的預備 或者什麼歷史的預備 這個聖殿在耶穌之前 在主前 大約是 五百年的時候 就被毀滅了 即是 五百多年的時候 被毀滅 那被毀滅的時候 即是說 沒有聖殿了 聖殿已經被人拿走了 由到他們 後來 五十七年的時候 他們就回來重建了 重建 那聖殿 怎知道 即是四百多年 到了耶穌的時候 一個建築物 幾百年會有什麼後果 會爛 很多地方毀壞 但是神感到一個人 去重建他 再重建 這個就是重建 457年的時候重建 是誰 沒有人想得到 是誰 因為他是一個敵黨神的 希律王 即是殺英台的希律王 他想殺英台的希律王 那他呢 就為了討好猶太人 他忽然感動 就將耶路撒旦 重修 將它做得很漂亮 所以門路走過的時候 你看看那些石多漂亮 但是耶穌就將來補一塊石頭 淋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即是說 耶穌就 還了這個樣子 即是那些聖殿 是會被毀滅的 但是很奇妙就是 這個聖殿在耶穌之前 457年 出名令重建 但已經毀壞了 但是 希律王將它重修 重修 耶穌就來了 耶穌來完 主下七十年就毀壞了 即是說真的重修的時間很短 在耶穌之前重修 然後耶穌來了 即是預備好耶穌來了 即是好像真的應驗這個語言 就是耶路華 在聖殿上出現 然後呢 耶路撒旦就毀滅 很奇妙就是耶路撒旦 預備好耶穌來 接著就要毀滅了 就是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話 那這裏呢 就是讓我們看得到 聖經將耶穌的時間掛勾 即是說在那時候 如果大衛的後代 就是生到那時候 剛剛是白癡呢 就應驗不了 剛剛那個人是殘缺的 殘廢的 不行的 因為他們舊約的祭司 全部都不可以是殘廢的 如果他剛剛生出來 那是平凡人 沒有神職的能力 又不行的 他一定是這個 在那個時候 行神職歧視 才能夠應驗聖經儀 即是讓我們看到 聖經儀和全世界不同的 指定時間 指定後代 誰人的後代 指定他行什麼神職 指定他怎麼死 然後指定耶穌散毀滅 哇 是不是很特別呢 一起說一次 有沒有說一次 記住他 第一 指定時間 指定大衛的後裔 指定他能夠行神職 還有還有還有 指定他沒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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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著他 指定他要釘十字架 指定他要釘十字架 三人被人分了 三人被人分了 然後被釘之後 日落薩朗被毀滅 然後被釘之後 日落薩朗被毀滅 即是說 將他的生平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細節 聖經儀言有很多 但我只是由這裏 給我們看得到 聖經是指定他怎麼來應驗的 是不是很特別呢 聖經儀言是很清晰的 只是這一個語言 已經足夠讓我們看得到 神的真實性 我就是用這兩個經文 讓我們看得到 這個神的真實性 我們講到就是說 一路爭戰到底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了 中東經常都打仗 中東經常都有炸彈 經常都有恐怖活動 很多這些恐怖分子訓練營 也有很多我們所知道的 這些影響著 就是很多地方都受影響著 好了 另外一個經文我想用的 啟示錄九章十七節 另一個語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 騎馬的空前有格如火 與子馬路並流黃 馬的頭好像獅子頭 有火有煙有流黃 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流黃 寫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這個語言是比較特別的 其實我所說的 這是一個可能應驗方式 事實上是怎樣應驗我們都不知道 這是一個可能的應驗方式 亦都可能不是這個 他就說到有一種 這一種好像馬又好像獅子的東西 是什麼呢 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他的口中有火有煙有流黃噴出來 而這些噴出來的火和煙和流黃 就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炸藥 你知道是什麼人發明的嗎 是中國人發明的 在以前的人不懂得用流黃做炸藥 就是不懂得用這個東西 是中國人後來發明這個 流黃可以做炸藥 但是在那時候是沒有這個 就是如果普通流黃 我小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住過在粉嶺 那住在粉嶺那個地方 我就見過有一次燒流黃 為什麼燒流黃呢 因為發現有蛇 它燒流黃趕蛇 但是燒流黃是絕對不會爆炸的 我們看著它燒的 就是流黃燒但是不會爆炸 流黃是需要配合那些化物 我不知道那些怎樣弄 弄到炸藥出來就可以炸死人的 但是這個經文所說的 就是普通按照那時候的知識 是不懂得怎樣把流黃可以殺死人的三分之一 你想想 那你燒流黃怎麼殺死全部的人呢 是想不到的 那一個近代的武器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坦克車 是不是呢我也不知道 不過呢 坦克車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它會跑 還有它會噴出火 煙有流黃 裡面含有流黃 是可以殺死很多人的 而將來也可以殺死更多人 就是到底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中這個講到 就是會殺死人的三分之一 就是讓我們看到就是 聖經知道將來流黃 是可以成為一種殺人的武器 這是其中另一個語言 另外呢 就是聖經的科學性 其實也有不同的要點 不過我現在抽取其中一部分 這個講到就是神將大地圓拐虛空 虛空的就是空氣 虛空 虛空是不同空氣的 那我們現在知道地球是圓拐虛空的 差不多真空的 它又不是完全真空的 就是那些都是屬於虛空的 但是有輕微的 有些細的粒子 就在太空裡面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真空的 那這個地在懸拐虛空的 但是以前的人是 他們形容地都是平的 但是聖經會形容它是懸拐虛空的 我和以賽斯說到它是一個大圈 一個球體來的 所以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全世界古代的文化 未曾有發現這個地球是圓拐虛空之前 都沒有人說到地球是圓拐虛空的 但是唯有聖經 是早已說過的 另外約百記三十八章三十五字一起讀 你能發出閃電 叫它們去 使它們去 使它們去說 我不再者類 即是你能夠發出閃電 那些電 會否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裏呢 那 因為在耶穌之前的時候 其實耶穌 雖然耶穌之前 其實耶穌在天上 已經 不過耶穌在地上之前 他還未來到地上之前 那時候根本沒有電 電是愛迪生發明的 所以神要形容電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閃電 你能夠發出閃電 人根本無法控制閃電 但其實我們今天的手機 都是用閃電那種的電 不過就不同 它的力度就很弱 而傳遞的時候 令到那些信息跟你說 我在這裏 行不行呢 即是說那些信息可以傳遞的 可以傳遞給人的 這個應驗就是在手機 即是說 神能夠在幾千年前 能夠說出 你可以發出閃電 去對你說 我們在這裏 即是這個樣東西 是很特別的 即是神能夠知道 一些將來會發生的事 另外呢 就是考古的證據 考古的證據 其實有很多樣的 有很多樣東西 他們考古證據 其中一個很特別 就是羅雅方舟 其實羅雅方舟 到今天為止 因為有個大地震 所以它的位置是不肯定的 但是呢 很特別呢 就是在耶穌之前 和耶穌之後呢 都有很多古書 是記載的人 看到那個方舟在山上 平時有一個方舟上高的木 拿下來 在那個教堂 就是有一部分 是用這個方舟的木 因為那個十字架 就是用方舟的木 或者更多的地方 是用這個方舟的木 建的 是用不同的記載 不同的文化 都有記載到這個山上 有這個方舟 而這個也是聖經所說的 阿拉涅山 在土耳其的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 聖經的考古證據 好了 跟著下面呢 就是經歷 神是真 我們可以經歷的 第一 就是可以經歷聖靈 可以經歷神的臨在 以賽書內一章一到三節 這個我不詳細說了 裡面說到 伊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和有喜樂遊 就是神是可以經歷到的 聖靈可以經歷到的 那就證明它是真 平常是好的 那有些人呢 都有其他宗教 有時候都會經歷的 他們打坐 他們有冥想 他們會經歷到一些事情 但是那些經歷呢 他們都有這樣記載 我在網上發現 他們打坐和冥想 靈魂出笑 是周時 他們是 經常都會說到有見到邪靈的 他們會教人 你看到邪靈怎麼做 那他們怎樣形容呢 他說他靈魂出笑 然後看到有一隻東西在看著他 那師父就教他 你不要理他 你知道他做你的事 但是呢 肯定他不是勝過邪靈的勢力 但是耶穌就不同了 耶穌是趕邪靈的 但是他們那些出來 是被邪靈搞的 那也都有這樣的記載 這個是真實他們的記載 他們有些人 他們靈魂出笑 就是這件事 大家聽到 不要震驚 這個的確是他們的記載 他們會發覺 有些被邪靈搞妖 攻擊 甚至被邪靈強姦 就是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說 邪靈的真實是很真 就是他們的經歷 是帶來負面的影響 也都家庭裏面有黑暗的 但是耶穌呢 就不是的 耶穌釋放醫治 就真的釋放醫治 除非這個人不處理生命 他處理生命 整個人越來越輕散 越來越好的 就不會帶來這些不好的後果 另外耶穌也都是 奉耶穌明 我們行神職趕鬼醫治 馬可福音十六章 十五節開始就講到大使命 我們信的人有神職 除了我們就是奉耶穌明趕鬼 以及搜案病人 病人就比較好了 神職的目的是 證實所傳的道 就是告訴我 我們奉耶穌明那種能力 就是神跟我們一起 那種能力就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 另外呢 第五點就是 有邪靈就證明有真神 這個世界的確有邪靈的 是有很多 真的多得很重要的資料 在這方面 你上網找 或者找書看 都有很多很多影片 講到那些人怎樣上身 他們有些基童 就是有邪靈上身的 他有邪靈上身 他人就會失控 或者帶來不同的後果 很多人看到黑暗 或者看到邪靈 我們怎麼知道有邪靈 一定有神 第一 我們奉耶穌明可以趕邪靈 這樣證明耶穌是聖過 耶穌可以趕任何邪靈 但是任何邪靈 就不可以趕耶穌的 從來沒有聽過人說 他奉什麼名 說耶穌 從來沒有人這樣說 但是奉耶穌的名 可以趕到邪靈 這是第一 就是證明 這樣證明有真神 第二 就是有邪靈 通常人們都說 很亨暗 懼怕 不好的東西 都是不好的東西 但是這世界很漂亮 你看到 帕塑鼠很漂亮 寶寶仔出生很開心的 很自然 很可愛的 但是人類犯罪之後 就變得不可愛 但是他本身出生是可愛的 是開心的 那邪靈 會不會弄到 這麼可愛的寶寶仔 這麼漂亮的花嫂說目 邪靈離親也是毀壞的 所以有邪靈 證明這個世界 如果這個世界這麼漂亮 證明有一個正的 是聖結的 有愛的真神 並且他是奉他的名 可以多說一次 所以我們看到 神的證據 是各方面都有的 另外 經歷性的證據 就是有靈魂和天堂的證據 其實這件事 是引起科學家很大的思考 因為很多人 曾經死過 救回 他就說 我才看到你做什麼 而說出來的事 是沒有準確的 在這個BBC 英國廣播公司 都有一套電影 是說到 這個 人死了之後 靈魂出來 都說到 那些情況 其中一個人 是一個唱歌的 出名的歌星 他頭的中間有個樓 他們就知道 他要動手術 就要死的 但因為他要動手術 如果不動手術 他一定會死 所以他冒險了 他就會記載他什麼時候的心跳停止 他首先把他封住眼 封住耳朵 塞住他 讓他看不到 聽不到 然後把他迷暈了 然後帶進手術室 然後把他的頭轉開 然後動手術 在很短的時間 把那些血 即是駁出他的機器 動完手術之後 就駁回 後來他就救了我 救了我 救了我之後 他就說 他說原來你們 就不是用鋸去鋸開 因為英文 就用梳 鋸開頭 他就不是說轉開頭 他說你們不是鋸開 你是轉開 他說有一個好像電牙鏟 不過有不同的頭 又大又小 那你就找不同的大小 就把我的頭轉開 他說我怎麼看到你 我是靈魂已經在上胸 在醫生的肩膀上 就看著 看著就看到你這樣做手術 平時他就聽到 有個醫生跟我同形 一個醫生說 他說他那邊的動脈太幼 動脈太幼 不可以用那邊 醫生就說你用另一邊 就是做一樣的手術 他就用另一邊 他就說回 這句話他們都記錄了 就是在那個DBC的影片裡 是說到他們有記錄 還有你上網可以找回 那些時間記錄出來的 然後他就死了 他就上去天堂 看到他信耶穌的親人 然後呢 最後他就把他推下來 跟著他進回身體了 那這個是一個情況 就是他講得出他死了之後 有什麼發生的 另外他也講不同的例子 有人有個假眼 他就在外面 在一個家外那裡死了 心臟病死了 跟著他回來 他的靈魂 他就看到那個護士 就把他的假牙 就放在一個櫃桶那裡 那他醒來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假牙 他說在那個櫃桶那裡 那個人魂 為什麼你知道呢 他說因為我的靈魂還在 我就看到 原來是躺在一個櫃桶 那有很多 因為有很多科學家 要研究這些 他就做大規模的研究 那你就證明 人死了不是完了的 那有些人不同的解釋 那種電子波 或者他那裡很光 所以看到光 就是用這些不同的解釋 但是呢 因為他們看到那些 不只是看到光 他們看到很清楚 哪個人做什麼 講什麼 所以這個是證明 真的人有靈魂 而這些人 有很多人就很大改變 這兩本書也講到這件事情 很大改變 然後呢 有些人就講到 就看到天堂了 這個news week 美國的news week 都講到有個醫生 他死了 他說這裡看到細字 doctor's experience of the afterlife 他去了天堂 他這個是信耶穌的一個醫生 但是他又不是全信的 他是一個比較軟弱的基督徒 那麼他就發覺 哇 真是有天堂 那麼他就 就在news week那裡有記載 那也都有不同的書 就譬如這個小朋友 就講到 他呢 是又去了天堂 那麼他就講得出 有一個小朋友就說 見到 他還有一個姐姐 他說 他問媽媽 是不是我還有一個姐姐 那媽媽說 你不是有一個姐姐 他說不是這個 還有一個 原來他有一個 在他之前死了 那麼他就知道 然後他就見到他爺 他樣子 但是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那麼他看到那些相片 就認得出 這個年輕 這個就是他了 就是他沒有見過他爺 但是呢 他們這些的證據呢 證明有天堂 那麼我自己在 在宣教的時候 認識一個王全樓 那麼他有三個家庭證實 那我是故意去攝錄的 故意第二次去攝錄 第一個家庭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人 他臨死的時候 他呢 他呢 就 王全樓去到 已經期到見到那個人死了 就是那個靈魂出來了 那麼他呢 就有兩個天使在旁邊 他就跟王全樓說 你告訴我家人 但是不是說 是在心裡發出的訊息 你告訴他 我很開心啊 現在你不用擔心 不要哭了 你不要憂愁了 不要憂愁了 第二件事 他就跟他說 你告訴我女兒 我很滿意你的婚姻 那麼當他跟女兒這樣說 那個女兒就說 你真的見到他了 因為呢 因為我爸以前都這樣說過 但是王全樓沒有聽過 那麼他講得出來 就是說證明他真的見到他 那麼另一次呢 他就上天堂 又見到那個人了 見到那個人呢 就見到他呢 就 那個人呢 就在那裡有自助餐 那裡有很多水果 他就 兩隻手拿著 兩種水果 在那裡不停地吃 那麼他 回來講給他家人聽 他家人就說 他很喜歡吃自助餐 還有在世上呢 他因為他有糖尿病 所以他有糖尿病 他就不能吃水果 所以他很想吃水果 他就說他在天堂的情況 他就說 這個真的好似他 但是呢 還有一句說話 他說呢 他說 如果你給我多一千年 會在世上 我都不會 不會留在世上 我都會來這裡的 那麼他就告訴家人 他說這個也是他講話的方式 就是他 有時候會這樣講話 你給我一千年 我都不會做這件事 之類的 那麼就是 顯出這個是同一個人來的 那麼另一個呢 就是 就是有一個 他媽媽有一個教會是同的 他媽媽有兩個夫妻做同工 但是他就不是傳道那種 是幫忙做事那種 而那個 上夫呢 最後呢 在有一種病 不治之症 他就 懷疑神 他就不祈禱 他就不回教堂 那麼 但是在天堂呢 王全露見到他 王全露見到他呢 就站在天平面前 一邊呢 就是神的恩典 一邊呢 就是他所做的 為神所做的 信主之後 當天平一測試的時候 神的恩典很重 但是他為神做很輕 那麼天使就說 按照你所做 你不能留在那裡 其實我們得救 不是靠行為 我們是靠恩典的 不過 如果有人真信耶穌 就會有行為的改變 就是因為他的行為 顯出他不是真 就是他的行為 與他的夢的恩 不是相正 因為他最後那時候 他是懷疑神 所以他不祈禱 但是神就說 我的恩典救會用 我可以留在那裡 就是這個 就是他當時的經歷 他就告訴王全露 你回去告訴我 記得多些祈禱 和多些釋放主 提他 千萬不要像我那樣 然後他又說一天 他跟王全露說 其實你媽媽很疼你 你媽媽經常稱讚你 在我面前 兩個面前經常稱讚你 但是他知道王全露 就不知道他媽媽那麼疼他 就經常覺得他媽媽 只是說他不好 覺得他媽媽不欣賞他 他說其實你媽媽很欣賞你 他很開心 你讀到大學 說你很多事情 很厲害 他回來問那個太太 那個男人的太太 那個太太說是 又問他媽媽 他媽媽也是 我又摄露那個太太 我又摄露他媽媽 那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他 他收到的訊息 就是神說 你要為你的祖先祈禱 因為你的祖先曾經有殺人 流人血的罪 其實普通人很少殺人 那他回來問他媽媽 就是王全露的媽媽 他說 我祖先誰殺人 王全露就說 你的太爺以前是漢奸 他拿了槍 那些日本人給他槍 他就去殺人 搶野或者強姦 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 就帶來可能殺過很多人 神就叫他在天上 為他的罪 來悔改 王全露就說 很大分別 就是他之前覺得自己有很多怒氣 自從那個祈禱之後 好像那種怒氣 就是他在家族裡面的罪影響他 當他騎到之後 他就 那些怒氣 他就發覺 減弱了很多 這種家族的利潤罪 都對他一種影響 這也是他的媽媽證實的 這三個人 另外一個 就是我自己第一個太太 也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他離世之後 我有一個朋友 是西人的 他認識我們兩個 他就告訴我 在我離世之後 兩個星期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今早祈禱見到你 太太和你 那他就說 怎麼一見到呢 他就說 一醒的時候 就發覺很強烈神的愛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醒就會馬上感受到神的愛 為什麼會這麼感動呢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 我看了一鐘 知道的時間 然後一刻一眼 一刻一眼就見到 我和我太太 在教堂那裡敬拜神 我太太站在我旁邊 他就說 他很漂亮 很光明 穿著白衣 很高 那當我太太見到他 就很開心 很開心 就說了很多次 I'm free I'm free 就是我自由 我自由了 那這句說話 又好像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 跟我說了很多次 她說 因為她病了很多年 她說 翌日你見到我離世 你就告訴我 現在你不用病了 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她經常都很想告訴別人 她很想去天堂 當我在病的時候 她都問我 為什麼我這麼久都不能去 因為她覺得 已經有病了 又做不到什麼 那不如快點去天堂 她很想快點去天堂 所以她去天堂 覺得是解脫的 所以她那句說話 是很適合她的說話 並且另一件事 就是她拿著一個籃 拿著一個籃 那個西人叫Andrew 很好奇 為什麼拿著一個籃 我看到她 有會心的微笑 笑一下 然後又揭開一個籃 一揭開一個籃 就有很強的光 飛過她那裡 然後她就哭了 她後來看的時間 哭了四十分鐘 因為這個西人 其實我是跟她做釋放祈禱的 趕邪靈 釋放 以及更新她的生命 但是她都沒有哭 她有笑 沒有哭 但是她那次哭了四十分鐘 她告訴我 這個證明一個從神而來的 從天上而來的經歷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經歷 讓我知道她真的去了天堂 以及真的有天堂 我們所說的 是一些證據 證明真的有天堂 另外就是 有些人去了地獄 地獄是真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真的地獄是真的 不同的書有記載 好 接著呢 下一點 最後一點 講到 自然界 是證明有神創造 而推翻進化論的 有很多人 讀書 或者聽周圍的人說 或者去博物館 或者看科學生物的電影 就覺得科學是證明創造的人 我們的信仰是和科學無關 所以呢 創造論是不可以被證實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自然界是證明創造論 是推翻進化論的 那我現在簡單去講出 原因是簡單的 第一 在最低的層 有很多生物 這一層叫做韓武紀 大家讀一讀 頂到的三個字 韓武紀 英文 韓武紀 這是一個拼音來的 那字是什麼呢 Cambrian Cambrian 一起讀一讀 Cambrian 如果進化論是要爭 就要兩方面的化石證據 第一句就是 由開始有細胞出現 應該慢慢變不同的生物 對不對 應該慢慢變出來 那他們就找到那個石層呢 很多生物的那層 第一層就叫做Cambrian 那再之前呢 就叫做Precambrian 因為它在Cambrian 韓武紀 找到很多生物 那之前想找呢 只能找到一些 細菌 還有Blue Green Algae 就是一些 藍綠的青苔 那這些 不會變出那麼多東西出來的 那在 有兩個地方 在加拿大 有一個地方叫Burgers 還有另一個地方 在中國的 雲南 正江那裡 就發現很多 韓武紀的化石 那這些化石呢 很奇妙 裡面 也含有 即是有很多種生物 並且含有 脊椎生物 雖然這些 你看上來 右邊可以看到 有些像魚 那樣 你看到 那看上來 好像 譬如上高條好像不像 但是它有脊椎 它看到 所以是有脊椎生物 並且有很多種生物 這裡就是那些生物出來的 是很多種 但一出現 就出現這麼多種 就不是說 好像慢慢變出來的 那這個呢 就叫做 名字叫做 Tambrian Explosion 那中文譯做呢 就是 韓武紀大爆發 那如果是變出來 是不是應該慢慢變 但是不是的 他們發現是大爆炸 那我看那些書 我看那些書 講到那些 這個大爆炸 那它就 進化論的書 這樣說 它說呢 它嘗試去找那些祖先 但是呢 它說很奇怪 它很奇怪地說 它說呢 是找不到的 因為那些人想找 要證明它 慢慢進化出來 它說 在這個 Cambrian之前 希望找到一些 就是它的祖先 但是它很特別的 那個進化論 有人說 它說它找來找 都找不到的 因為沒有的 沒有的就是 創造不是 證明進化 應該是證明 生物是突然間 創造才會突然間出現 對吧 這是第一類的證據 第二類的證據 就是由一種生物 變第二種 應該有中間型的生物 但是很多人呢 就很喜歡說 魚然變人 因為魚然和人 今天很相似 而且他們發現 那些化石 全部都是一堆的 或者有時候分開的 那這裡有個下巴 那裡有個頭頂 那裡有個腳 那裡有個腳 那你看看哪一塊 對 砌這塊 那塊 你把它分開 因為中間有些 爛的 你分開一點 頭就大一點 貼近一點 頭就小一點 這塊 這個身 前一點就像猴猿 縮起來就像人 是很有辯論性的 而且其實在過程中 是有很多爭議性 而且也是有虛假的 的而且有些化石 是有人工整過 而證實有人工整過 即是在教科書講的那些化石 其實是有人工整過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中國人很出名的北京園人 很多人就說 中國人 我們要知道北京園人 但是原來北京園人 是在日本人打仗之前 那些科學家提出 就說 他是人類的祖先 但是當時那些科學家就說 不是 因為他太像猿 不像人 不像猿人 是像猿 不是像人 怎樣知道 到日本人打仗之後 是沒有了 那些化石沒有了 所以只是留下一些畫的圖畫 用畫的圖畫 就說支持這個北京園人 但是 很有疑問 為何會沒有了 有可能 就是他們覺得 都不像 所以就把它藏起來 就畫了出來 用你畫的 畫得很像都可以 把頭髮捏出一些 頭就熟了一些 就像猴子頭 是不是 就不像人 但是這個圓到人 實在分別不是很大 但是圓和人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腳的屈放法 和任何動物是不同的 而他們就說 最簡單的捕魚律動是甚麼呢 就是老鼠 老鼠又變圓 中間是沒有化石的 沒有任何化石 即是中間形 由老鼠變成圓 是中間沒有中間形 你的腳怎麼轉呢 怎麼轉方向呢 怎麼向後屈 變成前屈 老鼠是向後屈的 怎麼向前屈呢 還有由老鼠變鯨魚 又沒有 中間是沒有的 很多種的生物 每一種都不同的 譬如 人會不會是由老鼠變呢 行不行 不行 你看他的樣子 都不會老鼠變變人 狗行不行 貓行不行 所以他去找最簡單的那隻 但是最簡單的那隻 變成人 變成圓 是有很長的時間 但是這麼多億萬年 都沒有任何留下的證據 其實化石找了很多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想推翻神 所以出很多錢 他們是很多錢的 他們全世界哪有化石 就去掘的 但是掘極都找不到的 所以是不支持進化的 那有些人就說 我聽過始祖鳥 有些人說 這個始祖鳥就是 爬蟲變鳥仔 但是始祖鳥呢 其實是有益的 不是正在變的鳥仔 是一隻完整的鳥仔 不是正在變的 那他說 它的益裡面有爪 但是其實呢 也都有些鳥仔 現在都有爪的 他說它的口有牙 也都現在有些鳥仔 口有牙的 所以始祖鳥 其實就是鳥仔 並不是正在變的 他們是找不到 一樣的生物去支持 真是變 那通常我們怎麼做呢 就是說生物 先看一下 譬如馬 他們找些很像 有些像馬 又小一點 這隻 一直這樣排出來 但是排出來 不代表證明 不是代表你排出來 不代表證明它變出來的 而我們看到很多生物 是沒有中間形的生物 所以呢 是化石 是不支持進化 是支持神創造的 還有這麼多種暴雨 全部都是老鼠變的 全部這麼多隻都是老鼠變的 為什麼這麼多隻 為什麼中間形沒有東西的呢 總是一變就變成那樣東西出來 所以這件事就是 即它那個missing link 其實周圍都是missing link 而所有它說有missing link的 這個中間形生物 都是它構想 並不證實到 那樣東西是那樣東西變出來的 好了 然後呢 智慧的設計 現在很簡單地說 智慧設計 而我講最簡單 哪樣東西推翻進化 分從有兩種的褪面 第一種就是由蛋變成成蟲 就好像這個蟲蟻那樣 蟑螂那些都是的 那一輪一敷出來就是成蟲 成蟲包很小 慢慢變大 大了之後就繁殖 就生了蛋出來 另一種就是複雜的進化 蟲變不是進化 就是複雜 就是生了蛋 蛋變成蟲 蟲就變成鹼 鹼就包著自己 然後在裡面大改造 為什麼大改造呢 一條蟲 一條蟲 是不是那些肉和蝴蝶很不同 又弄了頭 又弄了腳 又弄了大的翼 整隻不同了 將它完全改造了 問題就是 如果根據進化論 最初的蟲應該有左邊的蟲 一開始沒有理由 一出就出複雜的褪變 應該開始 進化論當然是簡單過後來 變成複雜的 但是你就問了一個問題 開始沒有變鹼 為什麼那隻蟲 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 不如我現在把自己包著 它要有這種能力 有些套屍包著 包著之後 自己開始肉變了 等一下 我弄一下出來 讓它變成液出來 可以不可以 它自己能否控制 根本不可以控制到 你可不可以 你睡覺睡三個月 看你自己把這些肉餵做 讓它三個液出來 可以不可以 好了 問題就是 當你變的時候 第一你不控制到 又吃不到東西 第二 如果變出來 是一種 不能夠繁殖的東西 不能夠有作用的東西 是真的沒有用的 現在很特別的 就是為什麼我用褪變 褪變只有一次機會 你可以這次變少少 下次 讓我生了兒子 再變多些 可以不可以 你包著自己 這樣一旦變成功 你變得不成功 就死了 你不可以變少少 就下次變多些 可以不可以 你變少少 然後生個兒子 希望他變多些 不行的 因為你變了就變了 就是你一代 本來沒有褪變 忽然間生個兒子 就變得褪變 行不行呢 其實不可能的 我希望大家聽到這些 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讓我們看到神的創造 另外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人的耳朵 耳朵的構造 我講的時候 有外耳 有這個 這個外耳 有這個耳朵的通道 然後有一個耳膜 耳膜很薄的 耳膜好像張紙那麼薄 它可以接收很輕微的震動 你用一手擦一下椅子 你現在試一下擦一下椅子 聽到它出聲音嗎 很少的空氣震動 滴那麼多 就可以聽到的 好了 然後它就有三個骨仔 是精巧設計 它會將這個震動加強 最後一個叫做hammer 好像一個鎚仔 這樣 就打落一個 好像蝸牛殼的耳窩 現在耳窩是硬的 因為如果它是軟 有什麼效果呢 那你經常那些血流 那耳窩就經常聽到 噴噴噴噴的 所以耳窩是硬的 就是讓它收不到外面周圍的聲音 只是收到這裡的震動 即是這裡有一個抗音器 將震動加強 然後呢 它有另一個洞仔 這裡很昏顯出來 有另一個洞仔 將就是一個薄網 它這一個薄網 有一個洞仔出來的薄網 然後它就會進去 震震震震震 出來出來出來 那這個圖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在這裡 這個 耳窩 這個三個骨仔 然後震到這個 這個 Oral window 然後震完出來 又出來 這個就是Round window 這個就是震完出來之後 那個薄網 這裡就是裡面的那些毛仔 是很特別的設計 也有神經線 將那些震動 轉做電訊式 傳到路 路就會懂得解話 這些毛仔就會 pick up到是什麼聲音 它是很厲害的 它震動由 至六號公音 都可以聽到的 如果那些人 經常聽耳通 聽得多 那些毛仔就會脫掉 就像這裡這樣 這裡還脫得不太嚴重 有些人脫得更加嚴重 所以有些 年輕人裡面 好像老人家 就是他們聽耳通 太大聲 就會有這個後果 你想想 如果進化 那些毛仔 只是轉一隻 外耳出來 聽不懂 聽不懂 那個洞 剛剛要在正那個位置 那個洞在其他地方 那為什麼 突然間 身體多個洞 你發覺身體 有沒有無緣無故 多個洞是沒有用的 他生在那裡 鼻的洞有個作用 口的洞有作用 我們身體每個洞都有作用 但是唯獨這裏 就是對的洞 剛剛那裏有個薄膜 如果那裏不是薄膜 是普通的肉 那就沒有用 全身 我們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這麼敏感的聲音 在那裏就是特別敏感的聲音 然後剛剛就黏住 這裏黏住一個 三個洞 黏得正 而這個摩扎殼 這個耳鍋 剛剛有一個圓形 給它打下去 如果剛好那裏是硬的 就打下去沒用 就是打… 這樣就打不下去 剛剛那裏就打進去 然後裡面就排列 這麼多的毛仔 在那裏排列 以致那些聲音會震動 但震動也不代表聽到 就會有神經線 運到腦 然後腦袋 將它解釋 做甚麼聲音 現在解釋出來不是這樣 就是 嘔嘔嘔嘔嘔嘔嘔 嘔嘔嘔 不是這樣 是一些 好聽的聲音 是不是 就是說 如果偶然生耳窩 這個外耳出來 聽不到 偶然生耳窩 又聽不到 偶然生耳窩 又聽不到 偶然生骨仔 又聽不到 剛剛那三個骨仔 又將它擴大 偶然生耳窩 又聽不到 有耳窩 又要有神經線 運到腦袋裡 每一件事 叫做剛剛生症在旁邊 甚麼都是生症在旁邊 才能有作用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那你的變化 進化過程 這次生了一個洞 洞就沒有用的了 下次生耳窩 是否會生在那裏呢 全身甚麼都要剛剛生的 能不能生症 全部在那個地方 而出來有用 現在很有用 你的耳朵 那些動物的耳朵很厲害 嘩 聽到 我們有這麼多草聲 都聽到 任何的作用 不只是有小小 是很高度的作用 譬如那些 那些紅 那些北極紅 那些味道 聞得很厲害 這些精巧的設計 會不會是偶然間 每一樣的設計 都有很多個部分 這個是很明顯 看得到一個智慧設計 就好像你看到一個瓶 你會不會說 這個是猴子製造的呢 因為自己變出來的 那麼簡單一個瓶 但是我們全身這麼多樣東西 我們全身有多少荷爾蒙 多少消化液 即是如果要講詳細 很多樣東西 逐樣逐樣變出來 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這些都給我們看到 真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真神的 很高度技巧的設計 如果真是有神 天堂也是真的 也有大審判的 即將來我們都要在神的審判台前 站在面前 以及神是掌管一切 以及可以祝福我們的 幫助我們的 所以 信其耶穌是一個很應當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時候 不信是很蠢的 很多人不肯信什麼呢 因為我想做我的事 我不喜歡聽神的話 為什麼神要告訴我 做什麼呢 但是神話那些都是好東西來的 我們看到信耶穌的人 都是很好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說 信耶穌是最好 最聰明 最有智慧 也都帶來很大的祝福 我希望我今天所講的 大家會記得 應用出來去傳福 但是這個呢 是需要大家用心去研究 去記得 才能夠說出來的 那 除此之外 網上也有另外一個影片 是說到正面有實的 這次是一堂過的 這樣說出來 這個需要記 大家可能上網 聽完這個影片 聽完 還有看那些材料 聽完聽完的時候 你能夠去形容出來 傳福是用各樣的智慧 其中一就是為人按手祈禱祝福他 另外就是 能夠有知識回應人的需要 當你聽完之後 你覺得 是不是支持有神 是不是很肯定的 是不是看到 進化論根本是沒有支持的 那些化石根本是不支持的 希望大家 聽完之後 真的可以懂得去用 不過你要操練的 不過你可以這樣 操練的時候 你說我忘記了 我回去再看看 都OK的 因為你跟我說 嘗試去做一下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可以做到的